蔡英文总统22日上午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USCC访问团 总统在致辞时表示USCC去年访问台湾后发表了2017年度报告 其中建议美国国会鼓励行政部门邀请台湾参与美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演习 以及提升双边官员互访层级等充分展现出对台湾的支持 他要代表台湾人民表达诚挚的感谢 蔡总统并表示他很欣慰看到172位美国众议员以及13位参议员 分别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表达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他非常感谢这些议员站出来为民主人权价值发声 并认为这个行动彰显了每个国际社群成员应该以行动支持这些价值 总统指出台湾身为印太区域负责任的议员 一直努力强化在区域的角色也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 希望和区域内国家共同创造繁荣及发展 同时台湾也不断致力于提升台美关系 今年6月台湾将再次派遣大规模的代表团 前往美国华府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 总统并希望美国能将台湾列入钢履关税豁免名单 他说 稳健的台美经济伙伴关系对某国的经济安全扮演的正面的角色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将台湾列入钢履232关税案的豁免名单 并且持续针对双边经贸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总统期待USCC能够协助强调台美进阶经贸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并透过这次访问更加了解台湾的国际处境 进而促使台美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加密切 主要广播电台记者欧阳孟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